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得心灵同在, 功读圣若望福音。 那时候耶稣说,我是善慕,善慕为羊舍命。 雍公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了,就抛下羊逃跑了。 狼就抓住羊,把羊群赶散了。 因为他是雍公,对羊莫不关心。 我是善慕,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站里。 我该把他们领回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这样将来只有一个羊群,同树一个牧人。 父爱我,因为我舍弃我的生命。 好在把他取回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生命。 是我甘心情愿舍弃的。 我有权舍弃他,也有权再把他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的父所接受的命令。 这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庆祝耶稣善慕,是我们的圣昭主日。 所以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亲自说,我是善慕,善慕为羊舍命,不是庸公。 所以,那个羊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当这些狼来,这个庸公就漠不关心逃跑了。 但是,以一个善慕耶稣来讲,他为这个羊群舍弃自己的生命。 就像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们舍命。 就是只有这样子的舍命才能够换来我们的永生,换来他的复活。 那在这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好多做爷爷做奶奶的,他们呢照顾自己的孙子。 所以呢,这根用钱请回来,或者是故宫那些专业的那些, 可以说是安清班也好,或者是补习班,或者是那些拓儿索的,都是用钱请回来的。 没有那么周到,还是做自己的爷爷做奶奶的对孙子最照顾,是不是? 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虽然说不用钱请回来的,但是比专业的更专业。 因为是自己的亲生的骨肉,自己的孩子,就像耶稣一样。 所以呢,做爷爷做奶奶的心甘情愿的,为自己的孙子,为自己的孩子舍弃他的自由,舍弃他的时间。 这些时间啊,养老可以用来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去旅行,或者去打太极,或者去跳街舞,做运动。 但是呢,没有啊,因为做这个是自己的孩子,是义务要照顾的呢,所以呢,就心甘情愿的,把时间都留给了这个自己的亲生的孙子了。 照顾孩子,照顾孙子,是爸爸妈妈,还有做爷爷奶奶的最心甘情愿,他们真的是。 所以呢,可以看到善慕,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孩子呢,我们也是同样的,会像耶稣一样的,舍掉自己的性命来照顾这些羊群的。 所以呢,讲到善慕,在我们心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好的牧者,是不是? 你们心中肯定有一些,一些人选的,在你们的心中,脑海中已经浮现了。 神父可以想到的一个,一位非常令神父敬佩,还有尊敬的,就是已故的在槟城的渔莲神父。 达多渔莲神父呢,在2004年去世了。 他呢,一生人都是为了教友,为了教会,还有为了耶稣而活的。 早年呢,是巴黎外邦传教士的神父呢,被派遣,他的本纪是比利死人,白人神父到了中国去传教。 结果呢,因为共产党,还有那时候政治动荡,就落脚,然后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然后呢,为了华教而贡献出他的一生,如果你去槟城,你会看到那个横溢中学,小学,幼稚园都是他一手给创办的。 当时的筹备,当时的那些,都是一个砖,一个瓦,从外地把筹备回来的。 据说呢,他回到他的比利死,父亲给了他一些遗产,结果都变卖了,都成了教,都成了这个教室,都成了学校了。 所以呢,当他2004年去世的时候呢,那个出兵的队伍排了很长很长,好多好多的非教友,但是呢,就是敬佩这一位牧者,因为他的一生都贡献在华教,在槟城。 那个精神是超越一位神父的范围所做的,所以人家政府给他那个头衔Dato,在他来讲也不过是一个,他是穿着白袍,上前去领他的这个Dato的头衔。 然后呢,他的,他要感谢的人没有别人,就是主耶稣。 所以呢,在他的殡葬弥撒的时候呢,唱的一首歌,我们还记得,就是耶稣是好莫者,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一首圣勇,就是他作为神父的一位写照。 早年的这一群白白神父,就是外籍神父,现在都到哪里了呢? 都到坟墓里头去了,都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们的马来西亚,再也看不到外籍神父,都是,所以讲出圣招很具体的。 我们以前呢,是靠外国神父来支撑本地的这些神父,神职人员,修女的这些需求。 但是呢,现在因为一些政治的一些关系,我们无法再依靠依赖外籍神父。 所以呢,我们的圣招只有自己供应,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到底要如何这样子自供自给的这种方式。 在几年前,我们的黄大华神父有做了一个 survey,做了一个问卷,他参考这一群我们在吉隆坡教区的神父,在这几年来流逝了多少? 有多少位年轻人回应圣招进入大修院? 然后呢,有多少位老神父因病去世的? 所以在过二十年,以黄大华的这个,他的统计计算呢,将会严重的缺乏神职人员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以我们现在的教友,每一年还有多少位领洗的? 然后呢,以神父流失的这种状况来讲是非常短缺的。 所以呢,可能到了二十年之后呢,没有人来主持弥撒。 这问题可以非常严重。 那要如何去寻找圣招呢? 就只有在教友们身上了。 你们有没有培育你们的孩子、孙子去做神父、做修女的? 有没有? 你要自问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说五月份,我们是圣母月,我们为圣招念玫瑰经。 然后好多教友为圣招念玫瑰经呢,就会说,天主,你要听清楚,这一串玫瑰经是为别人家的儿子而念的。 请你召教别人的儿子当神父。 我们家只有一个,一个儿子,一个男的孙是要用来传宗借贷的。 我们家的那个香火不可以断。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短缺神父、神志人缘修女呢?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鼓励,我们完全没有鼓励自己的孩子从小,有没有圣招啊,鼓励他们。 还有,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对教会的那个热衷,有没有继续在他们的身上延续下去。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芙蓉呢,这个网建堂还不算,还有乱乱续续有出现过神志人缘,对不对? 像昨天,刚好是谁的这个敬夺典礼呢? 那是我们的总主教,然后廖主教,还有Father Danny,他们在22年前呢,在网建堂禁夺了。 那是22年前的事,他们两个都是本土的,这个芙蓉的这个圣招。 那之后呢,我们的华文圣招有没有出现过神父呢? 有没有做修士修女的。 所以呢,父母亲很现实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个危机。 在没有新的这些神志人员或者是修士,进入加入圣招之后呢,后果将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必须,必须真的是要为圣招而祈祷。 所以呢,在今天,耶稣散幕,我们看到的一个为人师表的耶稣,他为了羊群舍弃自己的性命。 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会为孩子,为孙子舍弃性命。 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也必须要栽培我们自己的家里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意识到呢,必须有机会的话,要为天主奉献,做出这些决定。 所以,让我们为我们的网建堂,还有芙蓉,圣米兰州的圣招祈祷, 更多的青年男女能够回应圣招,做天主的牧者。 谢谢。